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14日 星期二六 關於香港 爆發公務員的辭職潮 現在很多公務員 都有大量的空缺出現 最多空缺的 就是警務署 截至 去年3月 總共有6000多個 公務員職位空缺 空缺率 是16.7% 這個只是說 警務署有那麼多個公務員 其實公務員事務局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就說 2022至23年度 首季 已經有 944個公務員辭職 其實這個數據應該是去年 現在也沒有第一季 這個應該是去年 辭職率是0.54% 2021 至2022年 全年有3734個公務員辭職 即是平均每季 大約933個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的總幹事梁酬亭認為 最新數字 反映辭職潮 是繼續持續的 情況不理想 他說 新一屆政府 設立公務員緊急動員機制 在休假日 也可能要被動員出來開工 增加額外的工作量 或者會嚇到公務員 令到部分公務員頂不住要辭職 人手短缺和工作壓力增加 導致辭職潮 持續地說 這個情況當然是會 為甚麼呢 因為以往 譬如說 你的部門有20個人做事 今天辭職了4個 他16% 當作是3個 3個人辭職 即是17個人要做 要攤分那3個人的工作量 你按比例16.2% 你就當作是甚麼 16% 如果這樣來算 他們做的事就要做多了 令到部分人覺得很辛苦 我受不了了要走 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是 真正走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特區政府做的事 是令到很多人很害怕 現在的公務員 基本上你告訴他 你跟納粹是一樣 因為 這些叫平庸之惡 不關我的事 不是我開槍 又不是我判你坐牢 又不是我 又不是法官 又不是政治迫害黎智英 我沒有份迫害 問題不是這樣 問題是現在 特區政府做的事 越來越跟大陸是接軌 當香港以往的公務員 尤其是年輕的那班才走得多 老的那班 他們等退休 其實也是不乏 退休的公務員 即是不是退休 是快退休的屬性 長逢我也不要了 我辭職 有的 真的不要的 不過這個極少極少 是真的有些 是真的辭職 長逢我也算了 我也免得了 又或者 有些到年齡的選擇 提早退休 然後 新的公務員又請不回來 這個問題很嚴重 公務員事務局 交代回 截至去年3月31日 公務員空缺最多的五個部門 依次就是警務署 食環署 教育局 懲教署 房屋署 食環署請不到人是很奇怪的 沒理由的 警務署和教育局的空缺 分別是有16.7%和13% 明顯高於整體公務員同期的8.8% 至於空缺最多的五個職系是初級警務人員 二級工人 文書助理 文書主任 和懲教助理 而初級警務人員空缺率是17.7% 差6000多個 現在不夠人手 警察也請不到人 梁酬亭表示 警察工作對於年輕一代吸引力下降 而且較危險 其實你錯了 現在的警察工作 是沒有危險的 刀手也不去理 也不會去抓危險的東西 全部都是抓示威者 抓示威者 抓主教 抓民主派人士 反對派 律師 醫生 一點危險也沒有 聖火的同事也會協助你砍人 還有14同事 還有老身同事 還有水防同事 有四大公司幫你們 警察工作根本就很輕鬆 但是為甚麼吸引不了人呢 原因就是 他們 不想 加入這個迫害的行列 迫害 迫害開別人的那些人 你做開壞人的 你做開蓋世太保 你做開 納粹的警衛 那就繼續做吧 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我們之前有很多白警向我們報料的 現在基本上 大部分都離職 有幾個已經來了英國 有些就去了 移民去別島 總之 不想繼續跟你助就為約 所以 現在那個 公務員 空缺那麼多 尤其是警察 初級警員 所以最近大家 看到很多法庭的案件 拍下裙底 啦 如果判他坐牢 判他要監禁 手下行為就沒事 可以繼續做警察 判他監禁 少了一個人 哪裏找人去頂啊 所以 現在他們的壓力很大 所以 所有的法官全部懂得做 現在的法官就是納粹法官 你覺得納粹法官會不會判過過世太保 不會的 偷東西不要緊 只是小問題而已 我們最重要是 你來幫忙迫害市民 警察的任務就是迫害市民 又或者 跟丁豪當年的探長一樣 我們警察責任 是保障白粉交易安全進行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差不多了 六年 那個 聖火阿燦 潛逃了六年 可以在香港拿保馬 到處招搖過市 沒有人拘捕的 現在是自己人嘛 所以 做警察 一點危險也沒有 哪有危險呢 他說現在為甚麼有那麼多空缺 教育局也是 主要因為教師流失 你們動一下就說要 懲罰誰 動一下就說要動人 每個人都要走啦 在香港賺的錢 在英國 三分一的錢就能賺回 他們也要走 為甚麼 也不知道有沒有命響 無端端又被你釘牌 然後又被你屈去坐牢 畫一下公仔 又被你拘捕 誰敢在這裏做 繼續啦 其實是會繼續走的 公務員做得久的人 越是 公務員做得久的人 越是對你們政府 沒有信心 你們將來就找大陸人來做 反正你們也在找 遲些就請大陸人來做警察 人工又便宜 請大陸公安8千元 8千元就行了 大陸國安也是8千元 請公安 8千元或者1萬元請來香港做警察 在這裏做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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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就可以了 警察 警察 警察也需要上官 這個情況 可能會再加快 因為昨天 我們做了一節 大家都看到 李家超會加快23條立法 23條立法又會開一批 不論是教師 食環 懲教 房屋處 還有警察 警察也可能就一批 怎麼知道有什麼事的 又會被捕 現在國家安全都很厲害 要寧革所有法律 當你國家安全寧革所有法律的時候 就會就一批公務員 請人的時候 人們也會擔心 工務員很危險 現在其實不用說公務員 我們之前從事爆料 就算你 在國泰裏做 也要政治審查 審查你幾代 有沒有出去遊行過 被人刺一刺 突然間有藍絲刀背後說他曾經去遊行 這樣又會拉坐牢 誰敢做 是不是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邀請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留言方面 希望大家看完我們的節目就留言 看看有沒有推送 因為我們最近 感覺到他在玩別的東西 就是不把我們的節目推送給大家 很多 網友訂閱了 就說沒有收到我們推送 所以大家 最好 每一個看完都留言 增加那個推送率 會好些 不然 也蠻麻煩的 因為 去年打壓我們 用不同的方法 試過隔幾個月禁止我們一次 不讓我們出片 也 Stop我們的廣告 黃標大量 最近沒有黃標 不過 沒有推送 其實差不多的情況 一樣很嚴重 你想想40萬訂閱 只剩下1、2萬人看 你也知道有多嚴重 被他打壓到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言 至於1月28號網聚 我們現在只剩下20個名額 因為 科研出了 我們怕坐得太壁 到時 要有站位 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已經過百人報名了 我們最多可以招待多20個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號 是農曆的 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講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點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張誠偉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